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分好几集啊 分几集我不知道 反正不管多少集啊 都要做 这是一个表 也就是一个表 一个表 你看这个表 我这边是大概有十八页 一页是这样子 看起来很枯燥啊 这个表啊 全世界独一的 因为我做的嘛 所以叫独一的 但是内容呢 也是独家的 因为自己整理当独家嘛 花很多时间啊 有没有第二个人有类似这样做 没有 我相信没有 地球上没有 当然 类似的观念一定很多人做 但是这么完整啊 这么花时间 大量的时间 大量的经验啊 大量的英文知识对英文的理解啊 然后去找出来 应该没有人啊 应该或者至少很少啊 这表很大啊 这个宽动完了啊 不管了啊 就大概这么大啊 我这边是十八页 所以说有缘在先啊 有人说无聊啊 弄这个表 看不懂啊 看不懂啊 很枯燥啊 在搞什么东西啊 所以叫不是高手 不要看啊 因为你不是高手 你看不懂啊 就算你看得懂 你也会觉得很枯燥啊 就算你勉强去 你也不太能够理解啊 所以叫高手才看 所以给什么人看高手 英文高手 英文高手的意思就是说 他英文程度已经相当好了啊 英文程度不好的 看这个也没有用啊 看这个没用 吸收不了 那说你英文程度啊 普通也不用看 那英文程度还不错 以后再看吧 以后等于英文更好 所以这个 算是给比较少的人看啊 就是英文程度相当好了 或者是英文程度算还不错 根基不错 看起来有点吃力 可是他求知欲望很强啊 那也可以看啊 所以两种 一种就是英文程度很好 他比较能够理解我的意思啊 那另外一种就是他的企图心很强啊 能够吃苦耐劳啊 那这种人也欢迎啊 就是一种是有进取心的啊 一种就是英文程度很好啊 这什么意思呢 最复杂的一些英文字啊 看最左边 左边就是我的字列出来啊 我用不同的颜色啊 列出来 很多字啦 我也没有去算了啊 大概四五百个字吧 啊 四五百个字对英文高手来讲很少啦 英文高手一般认识大概八千字以上啦 一直到一万多啊 啊 其实这个连老外看啊 老对老外啊 你说这个 我们是 我们是华人嘛 台湾人嘛 你说教老外 老外英文还你要教吗 老外英文都 母语啊 母语你教什么 老外看这个都受用很大 老外受用很大 甚至可以自夸的说啊 我有自信讲 老外你们英文很棒的啊 看这个都很有用啊 因为我是研究英文啊 我不在学习英文啊 我在研究英文啊 研究有些老外都不知道我也在研究啊 所以我平常的视频就是一般的给一般人看 因为有些很深的东西没弄出来啊 弄出来大家看不懂啊 所以这边是尝试看看啊 把我这个研究比较高深的啊 那这什么意思啊 每一个字啊 这名词啊 动词啊 形容词啊 副词啊 介细词啊 连接词 关系带名词 带名词 注冻词 感叹词 当然 英文不止二诗 六八诗 不止十个词性啊 还有 定冠词 不定冠词啊 动名词啊 准冻词啊 准冻词还有啊 那些就不管了啊 就是十个比较主流的啊 因为不同的文法学家啊 包括外国人在内啊 我们就说外国人 文法学家啊 他每一个研究的内容啊 分析方法都不一样 光是词性啊 不同文法学家啊 他的词性 有的人是最少八个 后来八大词性 后来十个词性 十几个词性啊 每个人不一样啊 研究方法都不一样啊 因为 文法就是去研究英文的 语言的法则 这个文字的法则啊 这叫文法 那每一个研究的内容不一样啊 就像研究中国历史 外国历史不同的 不同律学家 研究的不一样啊 不同的医生啊 不同的法官啊 不同的律师啊 法律见解不一样啊 这个意思啊 那这个表什么意思啊 这个表 啊 我们待会儿 待會再講 因為啊 我們就說 一般的程度 一般的英文就是多記單字 多看文章 說讀聽寫盡量 多學 然後多跟老外接觸 大概就是這樣子 但是 不管他學得好 然後慢慢英文變好 然後到英文變很好 可是有些官他過不了 有些複雜的東西他過不了 因為他在學習英文過程他碰不到 因為他只能 多學 多記單字 多跟老外接觸 但他碰不到這一塊 然後到了英文程度 所以我說 不是高手不要看 等到英文很好的時候 他就開始發現一些障礙 這些障礙呢 就說 英文最基本的元素當然是單字嘛 他單字也記了很多 認識很多 可是他開始會 高手會碰到一些問題 就說 這個字啊 是孫悟空啊 七十二遍 當然不是每個字 所以我們這邊說 最複雜一些 就這些字 有些字 有些字不複雜 比如說你認識一萬個 一萬個英文單字 可能絕大部分不複雜 你覺得沒問題 可是這個大概 這四五百個字啊 很複雜 而且這些字都常用字 所以越不常用的字啊 越單純 包括那個字母很長的 很難記的 那些字反而沒有什麼了不起 就是難記一點 可是 記住了也就記住了 也沒有什麼問題 而且那些字啊 出現機率比較低 出現機率最高就是這些字 看起來都不難 可是它變化特別大 什麼意思啊 就這些字啊 第一個它經常出現 第二個呢 我們覺得很簡單 其實它很複雜 第三個呢 你看十個磁性不規則的 就是這些字啊 基本上啊 都是磁性比較多的 就是我說孫悟空七色變化 它變化很大 你抓不住它 有時候你以為是這個磁性 它是別的磁性 你以為它是這個意思 它是別的意思啊 就它會跑 會亂跑 所以英文高手應該聽得懂我的意思啊 就說你看外國人寫的文章啊 就是常常它意思會變 它磁性會變 變來變去 而且都是一些字 不見得很難的字 你抓不住它 所以我們常常看英文啊 就是常常覺得這個句子啊 這一段話啊 單字不難 可是你在解讀的時候就是怪怪的 就解釋不太通 那就常常有這個 那或者是呢 從另外一個層次來講 當你需要寫英文 用比較好的英文寫的時候 你寫的英文啊 通常不管你是不是寫得很好 你的變化不夠 你沒有辦法登峰造極 你只是寫得很重規重矩 老外看的也覺得不錯 但是呢變化不大 就是這些原因啊 當然就算高手這樣一聽 有些有些高手可能 開始有點概念 覺得好像 你這個有點名堂啊 有些可能聽不清楚 我們看這個表啊 就是 X座標 Y座標 直的呢 就是這些字啊 不見得很難 可是呢 橫座標 它十個十性 所以兩個交叉下去 不規則 你看這個表不規則嘛 空白就是沒有嘛 好 好 那個 我們先看啊 先看啊 那 大家 這個高手啊 慢慢就可以知道我的意思 我們先看啊 這些字啊 比較複雜的字啊 我們先舉個例子啊 第一集先舉這些例子 你看這些字啊 啊 看起來 乍看之下 沒什麼了不起 我們先看一些 複雜中的 複雜的字啊 最複雜的一些單字 我們先看一下 最複雜裡面啊 複雜單字裡面一些 更複雜的一些啊 我們先看幾個啊 就是 讓你先了解一下 As 五個詞性 不是五個意思啊 所以英文單字複雜兩個 一個就是它 可能好幾個詞性 第二個呢 它很多意思啊 通常五個詞性 那至少五個意思啊 因為它詞性不同啊 雖然意思有些接近 可是它詞性不同啊 而且五個詞性啊 譬如說這個As有五個詞性 它有時候 其中一個詞性 可能有三個四個五個意思啊 所以它就變得很複雜 所以譬如說 搞不好As 它有五個詞性啊 我們就可以說它有五個意思啊 這應該是這樣講 沒錯嘛 當然有些意思接近 可是它詞性不同啊 那然後它可能有十五個意思啊 因為有些 有些詞性 可能有三個四個啊 有的一個意思啊 有的兩個三個 就構成很複雜的一個 一個系統 所以As它有五個詞性 五個詞性什麼呢 副詞 接近詞 連接詞 關係代名詞 代名詞 它就是五個詞性啊 所以很複雜啊 你搞不清楚啊 當然理論上來說 外國人寫文章的時候 中國人看這個看不懂啊 一般看 看我這個表看不懂 外國人 一般可能懂一點啊 那外國人 英文比較強的啊 外國人 美國人 他又分英文好跟 不好的啊 好的人比較了解啊 就是 你不知道它這個As是什麼詞性啊 它可能是副詞啊 或你認為它副詞 它是連接詞啊 你認為它連接詞 它可能關係代名詞啊 或者是介信詞代名詞 所以這很複雜 我們再看back 它有四個詞性啊 你看 名詞 動詞 形容詞跟副詞 一個字四個詞性 best也有四個詞性 四個詞性 名詞動詞 形容詞 副詞 這邊 這邊我都有寫 名詞動詞 它 我這邊也是我的關係啊 這個不好弄 不一定是最前面啊 名詞 better 動詞 形容詞副詞 blind 也是一樣 這四個詞性 那boss呢 又是四個詞性 形容詞 它不一定是四個詞性 或五個詞性啊 都是固定哪 四個哪 我不一定 很亂 形容詞 副詞 連接詞 代名詞 所以這邊要是有些人覺得無聊啊 覺得這個沒什麼用 那就表示 我認為啦 你的程度還不夠 你就不要看 如果你覺得這個沒有用 對你沒有用 或者是 你覺得很枯燥 或者你看不懂 那就不要看 或者你說我英文程度很好 但我還覺得無聊 那就是我們想法不一樣 你就不要看 所以這個 所以這個啊 不是告訴我不要看 不是給普羅大眾看啊 這是我嘗試做一些比較高深的啊 給一些 有緣的人啊 英文程度很好的啊 或者是剛才講過啊 進取心很大的啊 但是 這很難度嘛 因為我花了 應該是陸陸續續啊 花了好幾年時間 慢慢把他這個表做成 我自己都花很多時間啊 那你要一下子就看得懂 那不可能啊 連老外看這個都很吃力啊 所以就是 有緣在心啊 就算沒有人看也沒有關係啊 反正我東西拿出來了啊 那我研究英文幾十年 我覺得絕對有用啊 所以 像but 他有五個詞性啊 自己去看 我們就不再唸啊 像他這個 副詞接行詞啊 什麼東西 可以也是四個 四個啊 所以我這邊排列啊 都有道理的 名詞為什麼擺第一個啊 因為名詞 比例最高 其詞動詞 再形容詞 再副詞 這四個啊 詞性就在英文啊 所有單字啊 也有一個比例啊 不管你說你這是六千字 八千字 一萬兩萬三萬五萬二十萬 他的比例都差不多啊 這四個詞性啊 名詞動詞形容詞覆詞 就是大概佔九成多啊 剩下的這些啊 戒系詞連接詞什麼東西 這六個啊 只剩一成不到啊 但他字也有一些啦 這個 也有這個 所有加起來的話呢 也有可能 兩百多個字啊 戒系詞 因為他們都是交叉的啊 就是一個字 可能又是戒系詞 有形容詞 有動詞啊 就交叉的 所以這些字啊 從戒系詞開始啊 我說過 名詞動詞 形容詞 符詞 大概佔 單字比例啊 大概九成多啊 而戒系詞連接詞 關係代名詞 代名詞 代名詞 柱動詞 是吧 感嘆詞大概 一成不到啊 可它字大概也有兩三百個吧 當然它是交叉的 它可能又是動詞形容詞 可這些字就很麻煩 就很麻煩啊 但是麻煩歸麻煩 可是你真的搞懂以後 那英文就登峰造極啊 這個意思啊 像close也四個啊 所以 前面啊 這個名詞是最多的啊 名詞動詞大概就佔了八成多了 這兩個詞形就佔了八成多了 可能八成啊 至少八成大概有啊 跑不掉了 這我也沒統計嘛 統計也沒用嘛 統計的這個類似了 然後統計的 我統計出來是幾成幾成 可是你認識的 你的感覺可能又不一樣啊 所以也不用統計啊 counter也是四個詞形 這都很麻煩啊 dear 啊 也是四個詞形啊 所以我這邊就四個 四個到六個詞形我標出來 就特別麻煩 一個字四個詞形就很複雜了 五個更複雜 六個字 絕無盡有 複雜中的複雜啊 double也四個詞形啊 down就多了 五個詞形 either或者念iither啊 四個 even也四個詞形啊 那四個詞形我剛才講過 不是只有四個意思啊 它一定超過四個意思嘛 可能八個十個 這些都最複雜 複雜都複雜 express四個 fetch四個 fetch四個 fly四個 所以你看 有誰寫書啊 或者視頻啊 會告訴你這樣的知識 我看是絕無盡 我看是絕無盡 因為這個要 要收集啊 要把它這個製作出來 那 那 那這個是 要地毯式的啊 這個 要花大量的時間啊 大量的精力 還有大量對英文的理解 fetch四個詞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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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st也是四個 light跟like light是四個詞形 like五個 long四個 low四個 ni也四個啊 動詞 形容詞 副詞 跟介習詞 ni的 或ni的 這個也是很討厭啊 形容詞 副詞 連接詞 跟代名詞 你看這個表很亂啊 可就是亂嘛 他就是亂嘛 就是亂 所以就 不好學嘛 所以就複雜嘛 如果很規則的話 就 就不複雜了 objet 這些字都 你看都不難嘛 對高手來講 展瓜切菜啊 就算英文一般的啊 算中等 或者還算可以的啊 都覺得很簡單 可是他最複雜 誰搞得清楚 objet 又是名詞 又是形容詞 又是副詞階 搞不懂 真的搞不懂 真的搞不懂 可是 誰搞得懂 英文程度 非常好的人搞得懂啊 外國人 外國人 一般來講 他這個表他也搞不懂啊 就是他可能知道一點啊 那要 外國人 譬如說教授 還不是物理教授 數學教授 就是跟文學有關係的啊 或者是文字工作者 就是 老外裡面對英文比較厲害 他也不可能全部懂 他看到這張表他也會嚇一跳啊 但他至少啊 他這個 因為他是文字工作者 又是老外嘛 又是母語嘛 所以他 他知道的就比較多啊 他不是刻意去學 而是 他的英文功力就高啊 所以他 大部分他已經內化了啊 大部分他可能大概知道 可是他一看表 有些我不知道 有些我不知道 他也會嚇一跳 PART啊 也四個啊 PAST啊 所以我們先 第一集呢 我們先 先 先講個 為什麼我做這個視頻 啊 這個頻道啊 然後 先講這個比較 複雜中的複雜 WRIGHT 四個詞性啊 我們說過 四個詞性 它當然不止四個意思啊 至少四個啊 實際上都是八個九個十個啊 最多的有 二十幾個 一個字有二十幾個意思啊 包括不同詞性有二十幾個意思啊 RUN 你自己不相信的話 你去查查稍微大一點的字典啊 RUN 你去看看它是不是二十幾個意思啊 RUND RUND 五個詞性 Second 四個詞性 SOLO 你看這個字啊 也四個 SENT SQUARE 四個詞性 這個SQUARE SQUARE就很討厭 它意思有很多 一般人就記嘛 一個廣場的意思嘛 也可以竭盡債務啊 一個是四方形啊 是不是 意思很多啊 所以你認為是廣場 那你這個英文就很普通啊 所以我們一定要有一致 一直強調要一致多益的觀念 一致多詞性啊 我這個視頻啊 有十五個頻道 像有一次多益 有這個單元 有一次多詞性 這個單元 還有特殊文法片 這些都是在講這些東西啊 DAT 五個詞性就很多了 你看 DAT 有形容詞 你看DAT THAT怎麼是形容詞啊 它怎麼會是副詞呢 DAT 我們一般認為什麼詞啊 搞不清楚 可能英文程度好就知道 關系代名詞 DAT 代名詞 這個我知道 甚至英文程度再好一點 這也是連接詞 它這個 THAT連接詞跟關系代名詞 用法很接近啊 都是後面接詞句啊 可是兩個不一樣啊 這個前面如果是名詞啊 它來連接受詞的時候是關系代名詞 如果前面不是名詞的時候 它是連接詞 而且 槓上開花 我一問你 THAT是連接詞中的 對等連接詞還是重組連接詞 哇99%的 又不知道 它是對等連接詞 不是 我們在特殊文法篇 長距破解篇 裡面都講過很多 一百多個例子 長距離的 可是它也可以是形容詞啊 也可以副詞 哇這個就不知道 WELL 它也是四個詞性 WHAT最多 六個詞性 目前看到最多WHAT 形容詞 WHAT怎麼是形容詞啊 又是副詞 哎呦 又連接詞 又是關系代名詞 又代名詞 又是感嘆詞 這是這個WHAT最麻煩 六個詞性 然後WHATF四個詞性 ROM四個詞性 你看這些字 詞性都很多 我們這個 因為這個沒有辦法 一集講完 一集講完 你說講六個小時 誰看得完 所以我們分開來 十一 之二 之三 甚至之四 之五 我們講下去 第一集我們先講個 開宗明義講個大概的意思 然後先看一下一些複雜中的複雜式的意思 之一 先講到這邊 所以我們再三的強調 英文程度不好的 沒有耐心的 沒有緣分的 你就不要看 去看別的 這是給有緣人看 英文程度相當好的 或者要挑戰自己 對英文企圖性很強的 在看 那如果說你第一集 就你不放棄 你覺得 我還是搞不太清楚 這個表態複雜 可是我想要努力想要突破 或者好像有點門道 那你就看看能撐多久吧 我看全部看完 能夠全部看完的 大概人不多 全部看完以後 然後又是想辦法去 去記住搞清楚 可能人更少 不管了 反正我們就是 有使命感 就是我做出來 至於你接不接受 或者說你認不認同 或者你有沒有緣 那就看自己 之一先講到這裡